日本福島核災超過了十年 東英電力公司在二十一號向日本的原子力 規制委員會申請建造海底隧道 排放儲存在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核廢水 目標是要在二零二三年的春天來開始排放 而對於日方堅持要把核廢水排入到太平洋 中國在二十二號標態反對 表示說日本的錯誤決策不應該強加於國際社會 中國二十二號強力反對日本 繼續朝核廢水排放大海的目標邁進 表示日方不斷聲稱此舉安全 那為什麼不在境內湖泊排放 或國內循環利用 除非跟相關國際機構協商產生共識 否則日方不得啟動 東京電力公司預計二零二三年四月 將福島核電廠近一百三十萬 對核廢水 經由一公里的海底隧道排入太平洋 儘管國際權威機構支持 但不只臨近的中國跟韓國高度關切相關計畫 進度 福島大部分的居民對此也不能接受 這些核廢水儲存於巨大廢水槽中 相當於五百座奧運游泳標準池 每年耗資一千億日元 相當於兩百四十五億台幣 而且已經快裝滿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二十一號正式向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 提交福島核廢水排海計畫 申請建造海底隧道以利排放 儘管放射性污染可去除 但放射性輕同位素穿卻不行 專家表示 只有在巨量的情況下才會危害到人體 此外 根據計畫 核廢水會稀釋到世界衛生組織 訂定引用水輻射安全標準的七分之一才放流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指出 福島和電廠含穿核廢水如果每天連續排放 最快只需要一年半 就可能向南影響到臺灣外海 如果連續排放一年 核廢水能沿黑潮延伸向東影響到北太平洋中央 連續排放四年後 會影響到北美洲西岸 七年後 整個北太平洋都會受影響 公視新聞黃沛林編穎